我想回應一下剛才陳志全 因為講到旅客的問題 陳志全說 現在中央要立國安法 將來是沒有旅客來的了 攬炒香港 荒謬 誰攬炒香港 是那些黑暴攬炒香港 打人傷人放火 燒國旗 扔汽油彈 搞港獨武裝建國 完全是沒有任何國家安全機制 可以任你 肆意破壞 放任都可以嗎 現在中央你們是黑暴逼中央出手 要做國安法 要保障社會大做安全 難道看著你們這些黑暴 不斷打人傷人 這樣破壞的社會 都蒙動於衷叫對嗎 誰攬炒香港 黑暴攬炒香港 這個要講清楚